今天要分享的是鋼彈00的10周年限定抽獎的限定贈品 今天要分享的是鋼彈0010周年的限定抽獎贈品 只要在現在到2月2號之前 你只要購買鋼彈00系列的商品 然後去剪下他們的標籤跟廠商的資料 你就可以去參加抽獎 我到時候會在相關資料那邊填寫連結給大家看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其實還不錯 因為本人有抽到一盒 但本人的朋友抽到三盒 就運氣真的還蠻好的 雖然也花了一點錢去買那個模型 就還不錯 然後這個版本是算藍色版的00鋼彈 呃 能天使的後第二部的延伸機 呃 然後 設計者是海老 欸我忘記全名了 我等一下確定好再穿給大家看 海老 海老殲5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因為我剛剛稍微看的時候 我有點又忘記它的名字了 基本上就是一個 HG系列的00鋼彈的版本 然後這邊有講它是十週年的特別紀念版 但是 組裝後 因為其實我之前沒有買過HG系列的這一支 因為我雖然有收它00的 可是我都是收1比100或者是1比60跟 其他系列 我卻沒有收過這種HG系列的 所以這支是我第一支HG的商品 HG的00鋼彈 組裝後其實 我覺得還不錯 就 這種淡淡的藍色反而還不錯 然後後面是這樣 前面是這樣 然後這邊可以看它有那個 00戰機的那個連接口 但它其實它並沒有附那個零件 然後手 這兩個手這邊其實應該有零件可以組裝 也沒有用 因為它這邊應該有一個GN巨刀 GN巨劍在使用的那個插銷口 但還沒有用 它其實這一組它的武裝 我覺得還蠻少的 就是兩把那個 實體件的部分 也不像這種其他 然後附的手臂的部分 更少 它只附一個這種左手而已 而且還沒有右手 是打開模式 那可動 顏色來講就是這樣子 然後其實 除了天線這個 天線因為我那時候貼的時候 我是直接用手黏 但沒有 黏得不好 黏得有點差 所以我覺得天線黏得很醜 但 其他部分 你像它旁邊那個 能量廠的那個 透明零件裡面的貼紙 還有腳的這個 一痕的這個部分 這是貼紙以外 其他幾乎都沒有用貼紙 還不錯 然後HG 我今天才知道這一種 HG系列的可動性 非常的好耶 它這個腿部的部分 應該是因為它這隻 設計的關係 膝蓋可以完全 就是 HGL 它可以膝蓋完全就是 大腿貼小腿 這是一個我覺得 還不錯的地方 然後除此之外 它的 骨關節這邊可以完全 打開成平的 然後還可以再旋轉 所以基本上 腿部的可動性非常好 可動的範圍非常的廣 然後腳的部分 還可以這樣子 這邊是算阿斯里斯劍的 這一個關節 它還可以這樣子 左右的擺動 還不錯 那手的部分 也還蠻好的 其實我最想要收拾它 看它後面會不會出 那個1-48的 我還蠻喜歡1-48系列的 手臂部分 就還比較普通一點 因為它手掌部分 只有兩種 我覺得 可變性來講 比較少 但我還蠻喜歡這個藍色 真的還不錯 後面是這樣 然後 那個能量廠 這個就是另外的零件 但它能量廠的這個 這什麼 這叫什麼 反應爐喔 可動性就沒有很好 那基本上就是 只能到後面 或者是你可以搬到 前面把能量廠 類似護盾上使用的方式 這樣兩種而已 然後 劍的部分 它也不像其他系列是說 有很多種阿 這是最基礎那個 電影版的版本阿 然後 最主要還是要給大家看這個 組裝後的樣子阿 這個顏色其實組裝後 樣子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的啦 有興趣朋友 我等一下貼的部分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它1月10幾號 還會再抽一次 然後1月 2月還會再抽一次阿 總共有300 總共有600個名額 但150已經抽完了 然後 劍的部分 它可以這樣子 拆把劍柄的部分拿掉 組裝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 搖下去就變成 槍的模式阿 然後把這個 往上抬的話 就變成所謂的 雙劍模式 然後劍就可以拿著 這一組以抽獎來講 我有看到一些像 臉書上的社團阿 已經有人在販售 他抽到這一組阿 好像大概都1000塊 左右阿 還算 不貴 但有興趣朋友 其實可以自己去抽看看阿 沒抽到的話 也可以去網路尋找阿 然後這個劍 也可以插在這個 兩隻腰的 兩個腰的旁邊這個孔洞阿 還不錯 最讓我驚訝應該就是 腿的那個關節 意外的讓我覺得 唉唷 驚奇囉 因為我本來 想說這種配色 因為我還蠻常抽這種 相關的阿 運氣還不錯 大部分都有抽到 0010周年紀念版的 00鋼彈 後面是這樣 比較希望他可以出 把其他三隻出完阿 好